週末 跟著專業分析師一起開趴 輕鬆掌握財經消息與產業動態 理財週末派 讓你投資神展開 本節目由News98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摩爾證券投顧11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14號 大家好 這裡是FM98.1 98新聞台 理財週末派 我是主持人林昌新 那這個禮拜基本上台股走的還不錯 不過在內外其實都有事件因素的影響之下 其實很多的投資朋友 不曉得這裡應該做上還是往下 其實這個盤面上在禮拜五的時候 又往上去做所謂的攻擊的動作 整個盤面其實由台積電帶領的過程中 整個台股也往上去做拉抬的行景 那台積電也創了波段的高點來到了1045 那可以說從這個權值股帶動的過程中 台股又創下了這個短線的往上攻擊的態勢 不過很可惜的是因為是在禮拜五 所以又要停下來了 按下暫停鍵之後呢 下個禮拜一才能夠看到這個所謂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禮拜總計一週是漲了598點 接近600點 那大盤的指數也來到了一個波段的相對的高點 來到22901點 準備來挑戰23000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一個盤面上 其實是在多空的交戰過程中 那這個禮拜其實幾個大事 第一個是入股的開盤 那A股的開盤之後其實不如預期 開高走低連續的下跌好幾天 這刺激的動作動人好像又出不來 所以資金好像又從這個A股市場流到歐美市場 第二個是說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的CPI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比預期的來的也高了一些些 所以導致美國的公債殖利率佔上了4% 所以整理的市場其實看起來債券目前看來是比較弱 那股市看起來是比較震盪的一個部分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從台積電衍生出來的 所謂的交易的機會 到底呢我們可以如何來做切入 那這個這個禮拜呢 我們就邀請到摩爾投過的分析師 陳俊仁 俊仁老師好 欣哥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俊仁兄 那這個這個上次我們也都提到 這個盤面的其實在10月份 有機會了這個比如說先蹲後跳往上去攻啊 果然哦 蹲一下就往上攻擊了 我記得我上個月來的時候 大盤還沒過季線 我在聊說 欸會不會10月就攻季線啊 結果沒想到我這一次來就在季線上方了 對現在已經站到季線上方了嘛 那這個團隊有多想問哦 就這樣的一個盤面上哦 看起來量很事實上是都沒有說大量的放大 可是溫溫的往上漲 那這個時候呢 應該是要比較那種開放性的心態來做交易 還是說還要再去等等他回撤呢 呃給大家一個很基本的觀念 現在哦大盤看起來蠻強的 那美國那一邊的經濟數據哦 我猜我猜啦 應該也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意外 現在就是一個兩大前提 第一個 確認反覆再確認美國經濟軟著陸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聯準會這一邊 他們只是要那些數據來驗證 我們每一次只要是逐步 然後循序漸進一次一馬降息 慢慢降 對他只要這些數字來驗證他們的想法而已 那對於台北股市這邊哦 我要提提醒大家 現在大盤還蠻強的 但是季線還沒翻 對 所以換句話講 我在大盤季線還沒翻上去之前哦 其實都還有一波動盪的機會 那這動盪的機會也許大家就要知道哦 哦 拉回 或者是震盪的黑K 它是一個買點的機會 我說大盤跌是買點機會哦 是是 所以反而是大盤漲的時候大家可能留意就說 哎 假設最高的話 哎有可能會有這個下壓的一個部分嗎 對啊 你看一下萬潤 是很強的股票嘛 就是台積電的概念股 對 COAS的領頭羊 是 哎漲幅翻倍了 結果最近這幾天 對 連續賣壓下來 大盤漲他跑來連續賣壓下來 是 所以反而其實 在這邊哦 如果說大盤的這個季線哦 他是在走下來的動作 的話也請投資朋友哦 在這邊呢 居然老師告訴大家說 不要去做過度的追價啦 那反而說 你看到大盤黑K的時候 哎 你應該興奮才對 應該興奮 沒錯 那這樣子哦 其實我們看到接下來的這個重點來說哦 那基本上呢 在這個第四季哦 快樂 既然已經進入第四季嘛 第四季我們應該要 要從哪幾個重點來做觀察 那第一個很重要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說 台積電會不會1080 對 直接就來了 下個禮拜 是法縮會嘛對不對 那 以禮拜五結束之後 只剩下四個交易日嘛 對 那 雙王法縮會 那一天不只是台積電 又是大力光 大力光 對那台積電9月營收 已經非常亮眼了 是 那接下來來講的話 大家就看 哎 是不是那一天大力光也有好消息 因為大力光如果有一些 不錯的訊息來講 現在有很多哦 一些蘋果概念股啦 對 或是AI手機股的部分 沒有漲的 或是漲不上去的 也許就一個利多的加持 那當然那個10月17號我會跟他來談哦 他會變成是台積電要去攻1080最後面的一個時間轉折哦 等於說換句話講 我們如果以今年前九次台積電法縮會之後的股價表現哦 對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非常有趣 是 隔天上漲機率是超過五成 對 可他平均漲幅啊 對 是不到1% 是 甚至平均漲幅是-0.1% 是 換句話講說你隔天看到法縮會完隔天漲 但是問題是總結起來漲幅不大 那你如果以法縮會過後10天 對 哎漲幅 也不過才1.7% 這不曉得觀眾朋友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10月17號台積電法縮會 會變成哦現在呃台積電股價能不能供1080的一個很關鍵的時間轉折 換句話講啊下個禮拜四天 可以過1080那當然是最好 可以看到1080但是最好 但是越接近10月17 你如果真的看到1080了 哎 那應該也是哈這個短線你有操作到台積電的人應該要放一下口袋了 那換句話講如果10月17號以前沒有辦法1080 對那換句話講你要一個心理準備 哎10月17號以前沒有辦法看到1080 那10月17號過後 哎股價反而會有拉回震盪洗盤的機會 不過那能不能夠這樣講 其實看這個圖我也蠻詫異的 就是說基本上今年度的台積電的看起來法縮都不錯啊 可是如果說是您這個統計是收盤到法縮會的隔天嘛 那是不是台積電都是長在預期前面 前面一波都會拉 現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職優生嘛 對啊那個值是差別說他要不要考100 啊或者是98分 我大家市場都覺得 哦這好嚴苛 你這個應該拿100分的考98而已 他差1分打一下那種感覺 所以換句話 剛才星哥講的非常有道理 他股價現在漲 因為收盤是 禮拜五收盤是1050嘛 對1045 哦1045 最高1050 對 你會發現 你後來心理準備說 特別是他法縮會之前的一個股價先反應 是看起來外資法是啊 先調目標價 然後也進來買了嘛對不對 然後股價就先動了 啊對 然後另外我可以跟觀眾朋友聊的是哦 我在做這一份統計資料的過程 我有發現啊 其實最大的跌幅就是拖累台積電的法縮會表現 股價表現一個很大的重點是在說只要他融資張數過3萬 是 他法縮會之後的拉回幅度或者是震盪的幅度會擴大 嗯 比如說7月底 是那一次7月18號7月18號 好那一次法縮會過後 哎股價是連續下跌 是那是1080過了 股價連續下跌殺融資最後沒有殺到跌停板 是 對 所以就那一波也是大盤開始有開始會跌 對對對 就8月股災那一段嘛 所以這一這一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我會跟大家再去提醒 台積電的融資張數現在還是在3萬張以上 是 還超過3萬1千張 是 所以換句話講說 下個禮拜四以前如果台積電沒有辦法在法縮會之前看到1080 那 禮拜四10月17號法縮會過後 你反而去留意就是說大概清洗融資啊 對不對 不是殺融資啊 因為最大的那一段已經走完了啦 最驚險的那一段走完了 接下來講應該是沒有意外的話 呃應該會黏盤在一千塊那附近來回來回來重洗 這個機會比較大一點 是 那這樣的話其實應該是說 呃就具體而言說 其實以台積電的現在的開出來的數據應該都會還不錯啦 對 可是就交易台積電上其實大家可能要多費心思啊 因為那個交易可能是不太一樣 對 因為畢竟現在一張一百塊了嗎 對 那你如果一百萬 一百萬一張一百萬不是一千塊 一千塊一百萬 一百萬這樣子 對是 所以大家你要知道說這樣的股價你反而要去思考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是 那我也替大家囉做了一份的統計啦 因為如果大家你有發現的話 跟台積電相關的個股 對反而從八月股災過後 他的漲幅其實是比台積電還大的 是 如果我們換算台積電股價是從那個813 對 813那個最低點 那一路的到禮拜五收盤 1045嘛 那其實漲幅大概不到三成 29%左右 對 可是你看齁台積電相關的個股 半導體設備也好 或者是COAS先進製成的一些個股 甚至最近非常火熱的CPU的個股 他其實隨隨便便喔 我們就算他的漲幅 從八月股災算到這個禮拜 高點來看的話 其實隨便都可以過九成 最誇張的是 低標九成 對低標變九成了 低標是九成 那台積電是漲不到三成 最誇張聯亞是278% 聯亞這檔股票還是在那個9月份喔 對 慢慢的 他的漲幅再慢慢擴大 才會到278% 那萬潤呢是在這個禮拜以前 國慶日之前 其實漲幅就已經非常可怕了 換算起來快到150% 他是在最近國慶日前一天 10月9號跟10月11號這兩天來講的話 才開始有漲壓的 否則其實前面都是強到一個 讓你覺得不敢相信的 那另外有3450的聯軍 他是在9月營收公開之後 才又開始擴大他原本那個 大概五成左右的漲幅而已 所以他後面 換算八月股災到這個禮拜的高點來講 漲幅也是119%了 那另外就不用去談上全 現在上全來講他是 盤面上啊 唯一跟台積電有合作那個CPO的光通信廠 所以換句話來講的話 你去看齁 這些股票雖然是我抓最強的7檔 對 表達台積電的漲幅 可是齁 另外跟他們相關漲幅落後的股票 他們其實隨便也都可以達到40%的漲幅 是啦一定是這樣 因為這一波以來 其實台積電就是一路往上攻 所以他的圖子圖示門 COVAS啦 CPO啊 這個兩個啊 火力全開啊 所以這個配角長得比主角還要兇啊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喔 反而會給大家一個新的想法 既然國慶日啊 我跟大家來提齁 國慶日來講的話 過往在第四季的多頭行情 它都是一個很恰巧的時間轉折 也就是說過去前幾年喔 如果是台北股市在國慶日之前 他是打底 那國慶日之後 他是從底部翻起來 那或者說國慶日之前呢 大盤是沒有攻到季線的 國慶日之後 他會攻到季線上方 那或者是 大盤在國慶日之前 他季線是下彎的 過完國慶日之後 季線會慢慢被喜瓶拉到翻揚 所以國慶日他是一個時間轉折 我也特別整理出來 跟台積電相關的股票 這邊要提供給大家 這個時間點 你似乎有一個新的 亮點的股票 可以提供你在這個大盤 季線還沒翻揚之前來講 有一個換股或是進場的機會 那換言之就是說 如果回到一開始這個 居然老師說的就是說 假設這裡 不要去做追價的話 比如說台積電 10是我也想嘛 1045到1080 其實他的空間沒有那麼大 對就算到了1080 我認為啦 一般人要下車的可能會比較多 去追的人可能相對比較少了 那再這樣的話其實 如果季線又開始做下彎 還沒有上彎的時候 拉回應該要找亮點股 去做一些左翼的轉換 沒有錯沒有錯 那我特別會跟他來做提醒 現在第四季 我兩個方向給大家 因為慢慢的9月營收要陸續公開 那你可以從CPO COAS這些股票 標企的個股身上看到一個共同的特色 只要是9月營收不錯的股票 他就會在10月份開始加大 擴大他的漲幅 那換句話想說 如果9月營收非常亮眼 他的股價還在底部 還在低基期的位階的話 那是不是他後面表現的空間就相對比較大 當然啦 當然是這樣 那怎麼樣索取這樣的一個資料呢 好 那這四檔的股票 我把它挑出來 也特別要放送給所有聽眾朋友 現在大家 你只要手機拿出來喔 搜尋LINE ID 小老鼠J178 然後加入之後 直接留言1012 我們會把這一份第四季的亮點股票 那送給各位 好 那謝謝這個俊妍老師喔 那待會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再跟大家聊聊喔 第四季除了這些亮點股之外 怎麼樣有一些選股技巧去找到 你要的這些所謂的 有波動的一個產業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歡迎回到FM98.1 98新聞台 理財週末派 我是主持人林昌星星哥 在我們現場呢 是摩爾頭顧的分析師 陳俊妍陳老師喔 俊妍兄我們在第一階段提到喔 從這種所謂的大盤的季線喔 還沒有正式翻揚的時候 這邊開始震盪的部分 可是我觀察到齁 最近的F4齁 整個大盤的盤面呢 他開始的有一些動作齁 包含大家看到 在周五的時候 哇這個聯發科那個 其實也做了蠻大的攻擊力道 所以這個時候可不可以請 這俊妍老師幫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說 除了台積電之外 這些F4們 你的觀察的重點是 開始整個大盤 開始有這種所謂的啟動的一個味道了嗎 對我會跟大家來聊喔 一個很重要的 當大盤的季線還會翻揚之前喔 會做準備的大概是會集中在大型股 那當然剛剛星哥有聊到 我們上段節目聊到 現在台積電距離他前波高點1080 其實也不過才30塊左右嗎 對 那如果說其他的F4 有更強的架差更大的架差的話 其實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那F4都拉的都差比較遠 當然扣除鴻海的話 因為鴻海我可能要提醒 投資朋友來講 他可能就是外資那邊的態度 他的持股還要再積極一點 才比較有機會 那另外我可能要提醒大家 因為第四季是消費性電子的旺季 通常在台積電的第四季 他的表現其實過往前面的5年 甚至你拉時間拉長到10年來講的話 其實聯發科的漲幅會比台積電 更強 對嘛第四季聖誕的小手機嘛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另外另外另外 我可能要跟他聊一下 就是說位階非常低的廣達 廣達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說 他的9月營收真的數字非常漂亮 非常亮眼 歷史新高 而且單月也是歷史新高 那他跟聯發科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股價一路的在8月股災 都已經殺到那個年限扣底 大阪有沒有殺到年限 沒有啊 他們殺的是比大盤還兇 對換句話講說 這個有基本面加持的個股 他居然跌的比大盤兇 換句話講說 在第四季的行情 是不是有更好的機會 因為台積電其實是很強力的在做稱盤 是 但以強力來做稱盤說穿了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我任務就是這樣而已啊 對 所以已經撐住了嗎 那如果接下來盤還要再動的話 那可能F4的大家點點名就要放 我如果是外資的話 哪一個的價差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同樣都是好股票 基期低的是不是更有機會 所以我可能要跟大家來聊到 所以你在那個大型股身上 與其去過度專注台積電跟鴻海 我覺得反而是聯發科跟廣達會是很多人 意想不到的黑馬 尤其是聯發科過往 對 你拿他看他日線圖 那個過往第四季表現都比台積電秀好多 而且如果今天用這樣提 我就提到想到了 其實聯發科在今年度的 他的價差跟波動的空間也都比較大 那大家如果喜歡賺價差 其實聯發科這個位階 看起來位階也相對低 而且開始發動了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一檔股票叫原相 大家進去有原相 是 原相 對啊 原相他的漲幅 其實從八月到那個最近九月底來 哇那漲幅快要翻倍 大概一倍 對他是聯發科供應商 是 聯發科供應商 前面已經先漲幅翻倍了 也就是第四季的行情 聯發科會沒有表現嗎 是 因為我覺得齁 這邊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可以做聯想的一個動作 對啊 因為那個COAS 社會廠都漲那麼兇 因為其實原相 我認為他也算是這種所謂的消費性電子 對不對 那反過來說聯發科我覺得就是機會 可是回過頭來齁 回到美股 我還是很關注就是說 那現在的美股包含台股 是不是就是說 沒有辦法全面的拉台 就像美股我們看到其實是 Amedia比較強嗎 還有這個META比較強 那費城半導體會不會說這一路一直壓著 是不是要等到選美股 選後才會動嗎 新歌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個月在這一邊聊的時候 我們說 大盤齁要在十月以前攻上季線 對看費城半導體 是 你可以看到 十月 十月一到費城半導體到季線 台北股市也在同一天就直接到季線 對 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到齁 我們在上個月所聊到的第一個很重要是說 為什麼看費城半導體 是 欸 那個灰塔在裡面啊 對 他跟他 台北也在裡面啊 不看他看誰 對不對 所以 換句話講你說 欸那個大盤季線還下 我說 這個時候你不要擔心 因為你只要看費城半導體 瞄一下 他只要那個美國股市發生任何事情 他只要在季線那邊晃晃晃晃的 台北股市也很強 是 就等於有撐了嗎 而且還站上季線的關卡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現在是這樣說 就等於美國這邊 可能他在壓著可是他已經可能 已經有點快壓不住 開始往上走了 那這個時候呢 回到台股 台股也在什麼 季線之上有撐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缺乏的就是一個 點火的力道 那 結果老師你覺得接下來是說 從下個禮拜開始 同事朋友會 會等嗎 還是像你講的說 要等一些籌碼的轉變 才會比較有機會 呃 我要跟大家來聊 第一個說 欸現在融資已經殺過一波了 對 那我們在 他有其實在8月9月的節目 都跟他聊過一個共通點 就是說 以今年第三季銜接第四季的行情 走的前面5年 前面10年走的 最相近的一年 2021 2021也是在8月份出現股災 那個時候也是殺融資 跟我們今年是一模一樣 那一年來講的話 很 很有趣的 W底型 然後再來是雙十節過後 雙十節過後 直接把那底型那個W畫上去 這最後面那一個低點完 然後畫上去 形成個W底 所以我會跟他來聊就是說 大家你可以從這個角度下去看 第一個 你去思考就是說 誰的籌碼乾淨 然後最有業績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有落後不漲的機會的股票 OK其實他非常有機會 第一個大把他沒過2萬4 他就已經過7月高點前波高點 OK 所以說其實我這樣回答來回 回過頭來看 其實從這個所謂的2021回推 現在如果去找一些所謂的融資 其實他被洗完了 然後服務還比較乾淨的 其實機會就比較多了吧 我們 上一段的節目有跟他去聊到一個重點 誰有做那個揮答生意 那個 如果被點名五大廠 是 那個 鴻海有被點名嗎對不對 那那個台積電也被點名嗎 對 我們剛剛都解析完了 好 有五大廠裡面 這個股價比較高的股王 大家一般投資人比較 沒有辦法駕馭 可能覺得太貴了 那相對來說就有一些 沒有股價沒有那麼高的 我有挑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他還充滿非常乾淨 然後最重要的是喔 他是 受惠那個 揮答最強晶片的需求 然後被點名是五大廠 那最重要的是 那最重要的是 貫注在齁 那個 營收啊齁 因為揮答晶片的挹注 2025年的營收是看好 可以成長32% 哇這這麼多 我們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就好了 如果2025年 他會因為揮答晶片 挹注他營收成長32% 那股價是現在反映還是明年2025年才開始反映 當然會提前先反映 對啊股價會走在前面 對對對對 所以2025年的營收會成長32% 然後現在時間已經進入到2024年的第四季 那這一檔股票他的股價是不是在我們第四季 所以乃至於過年之前他應該會就先反映完了 當然啊 因為其實如果走在前面 那後面的這個營收開出來 加上如果說台積電 法縮有講的不錯的話 整整個電子就會被拉上去了嘛 對啊就像就像就是說其實 每一次台積電的法縮會過後 其實市場資金他不不只是會齁去撐台積電 對 我們說台積電是用撐的啦 對沒錯 但是其他用力拉的是誰 對就是那相關的齁 我們我們講圖子圖孫也好 或是他配角的股票也好 那這一檔股票我特別把它挑出來 就是因為他整個 漲幅是在前面第三季是相對落後 但基本面非常強勁 那我看到這一檔股票 也希望說在這一集的節目內容 可以分享給有緣的聽眾朋友啦 那怎麼索取呢 好那這第四季的亮點股 我希望說大家在聽節目的當下 把手機拿出來搜尋LINEID小老鼠J178 那加入為好友之後留言1012 OK 讓我看到你 哈哈哈哈 好那最後再跟這個Gia老師 問一下就說 那這樣的話其實 投資朋友齁 應該從哪裡來 左手去找這樣的一個亮點 應該說 您覺得說比如說CPU啦 COWAS啦這一類的 是從這樣的還是從設備股呢 其實以台積電的角度來說 還有蠻多相關的類股 你會怎麼樣提醒 其實齁第一個啦 基期低 那前面第三季漲幅 已經是稍微壓抑一點 那我特別有聊到就是說 如果他跟台積電相關 對 然後台積電可以 挹注他的營收超過30% 是 那這個股票反而齁 在接下來的亮點 其實會比台積電更大 是 我就有特別挑到 有一檔是半導體的材料的通路商 是 那這一檔股票 他今年喔 台積電佔他的營收 挹注就可以成長30%了 所以也在亮點股裡面 對 也在亮點股裡面 那這樣的話聽起來就很心動 包含一些所謂台積電相關的概念股 或是材料概念股 我認為呢 如果台積電你沒有辦法上車的話 那基本上這樣的亮點 你應該好好的把握喔 那趁著這個時間喔 大家有機會 來跟陳俊遠老師來做索取喔 理財中央派 我是林昌星 我們下個禮拜見喔 掰掰 摩爾投顧 111年金管投顧 新字第014號 本公司與節目中所推介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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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